美国前总统川普在13号在宾州造势的时候遇到了枪击 而幼儿当场是血流如注送医 没有多久之后他就出院了 在当地时间14号半夜是飞抵到纽泽西州 画面当中川普走下飞机的状况似乎是还蛮不错的 一度是向地面的人员挥手致意 而美联社的记者当时也拍下了川普遇袭时的照片 现在也在网络上头疯传 现在网友甚至说讨论这张照片 是不是能够获得下一届的普利兹新闻奖呢 川普遇袭后首次现身 在当地时间14号半夜抵达纽泽西州 川普竞选团队公关副主任在X上传影片 可以看到川普自行走下飞机 还不忘向镜头挥手致意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头部也没有包扎 不过一旁还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特勤人员高度戒备 而在早上的枪击有目击民众表示 在演说开始时就有看到枪手背着步枪爬上附近屋顶 并告诉现场的警察 但警察和特勤局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血态的严重性 三分钟之后就发生了枪击 国家外媒报道枪手在K枪前三到四分钟 就已经爬到造势现场附近的建屋屋顶 距离川普两百多公尺 枪手持AR式步枪发射了多达八发子弹后 特勤人员才把枪手击毙 FBI目前已经确认枪手是来自宾州伯特利公园 二十岁的白人男子克鲁克斯 另外纽约邮报根据周选民身份记录 指出克鲁克斯登记的是共和党选民 不过犯案动机还有得理清 若是川普被子弹扫过 半边脸还流着鲜血 仍高举拳头大喊震斗 塑造了他不屈不位的英雄形象 连马斯克都大赞 美国上一次有这么强悍的总统候选人 是老罗斯福 他在1921年造势演讲中就曾遇到枪击 在发现自己没有可写之后 判断子弹并未穿透肺部 他坚持完成了九十分钟的演说 才愿意就医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川普当选已毫无悬念 而这张川普脸上带血高举拳头 身后还飘着美国国旗 更成为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记者 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栽兵州的巴特朗遭到枪击一事 联邦调查局在13号晚间就发布了最新声明 确认枪手是年仅20岁的库克斯 但是他的犯案动机依旧是不明的 美国宪法现在虽然说规定说 公民满18岁就可以享有投票权 但是预定在11月5号投票的美国总统大选 将会是库克斯首度拥有总统选举权 他的父亲现年53岁的马修·库克斯 就对美国有先新网CNN坦言 他还在设法厘清儿子到底搞什么鬼 和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到和执法人员谈过之后 会再公开发言 川普在13号出席宾州的造势场合的活动的时候 遭到枪击他的右耳受伤见血 美国媒体现在报道也确认了 枪手就是来自宾州的20岁男性库克斯 最近消息库克斯他过去曾是数学资优深 而这一次犯案他所用的枪支 甚至还是父亲购买的 执法单位也在他的车子里头 还有住处发现了爆裂物 而川普他在出席这个造势场合的时候呢 现在的这个被枪击 这个击中他的右耳的部分呢 这件事情现在对川普是暗杀未遂的事件 社群媒体平台现在也表示说 他们和执法部门有展开合作调查之后 发现一个和库克斯有关的账号 不过这个账号是很少被使用的 川普遭到暗杀 脸部其实差一点点 可能如果这个风再偏一点 就可能会被子弹给贯穿了 好专家现在就说了这个枪手拿的 竟然是轻型的步枪 不是重型的狙击枪 轻型步枪的子弹 其实很容易受到锋利的飘移 但是一开始恐怕枪手 瞄准的就是川普的眉心 但可能是因为这个风速的关系 让他保住一命 而枪手这样的做法 就是想要让他一枪毙命 竞选美国总统的川普 演讲中被枪手在135公尺外 远距离开枪射击 但专家爆料枪手拿的AR步枪 是轻型步枪 子弹太轻 专家纳闷冒生命危险行刺 一般多选重型的狙击步枪 怎么会拿这种容易被风吹飘的武器呢 实施远距离狙击射击的话 要用口径0.5以上的子弹 这样子稳定度才会比较高 那他用这个5.56子弹来讲 在120公尺之外射击来讲 很容易受到风偏的影响 他应该是瞄准了川普的眉心 应该没错 因为瞄准眉心才可以一枪毙命 子弹就差几英寸贯穿川普脸部 因为川普一转头才急中耳朵 专家分枪手瞄准的 恐怕就是川普的眉心 因为现场都是有干扰 而且有风向 它会造成弹道偏差 射击中他的耳朵 如果没有摆脱白脑的话 那射击中脑袋了 专家说荒谬的是枪手大白天 拿着步枪大喇喇爬上屋顶 甚至被民众拍下来 周遭伟安特勤竟然没半个人察觉 枪手开枪之后马上被击毙 网友狂吐槽 这真是史上最烂惨 枪手最快死亡的自杀 更有人分析 接下来川普可能躺着选都赢 各位看一看2000年的时候 的319枪结案就知道了 整个选情几乎是可以说是 川普被抢击 我方透过AIT表示关心 一场离谱的暗杀行动 不只对美国大选 更在全世界投下震撼蛋 记者黄一峻 曹天涵 才发布告 川普险些遭到暗杀 而现在这张照片 也在网络上头流传 是美联社的记者拍下多张 川普满脸是写的照片 也在特勤人员保护之下 但是川普还是依旧正弊 高呼Fight的照片震撼人心 而拍下来这些照片的 就是美联社的记者 他回忆当时发生的状况 他说一切发生的都很快 over my left shoulder I heard several several pops and I knew immediately it was gunfire and as he's walking down the ramp he starts fist bumping to the crowd and waving and I did notice he had blood coming down his face as you can see in the photos the agents took him down the ramp and they put him into an SUV and again as he was getting into the SUV he also started pumping his fist again the moment I heard the shots being fired I knew that this was a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that had to be documented I mean it's our job as journalists to do this work 拍下照片的美联社记者 武齐其实大有来头 他不但曾经获得过 2021年的普利兹新闻奖 本身还是业余的格斗选手 如今又记录下川普 遭到枪击之后的历史性瞬间 已经成为了这一次的 细节画面的一个代表性的画面 不少人说他可能因此 可以再夺下一座普利兹新闻奖 美国总统拜登14号下午 在白宫就表示说 在宾州枪击案发生之后 他已经和前总统川普 来通过简短 但是很不错的一次对话 电话 他也持续为川普 还有罹难者的家属来祷告 这个拜登他稍后 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来发表谈话 他现在呼吁美国人要团结 不要妄自揣测凶手的动机 还有背景 他也承诺会公布 独立的检讨结果 川普在造势活动当中 遭到枪击受伤 不过他在事发当下的反应 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 即使脸上已经出现了血迹 还仍旧是高举拳头 向支持者们喊话 要fight 要奋斗 也成为了历史性的经典画面 前立委郭正亮现在就分析 这一次的危机处理 可以看到川普他很坚毅 而且勇敢 从容不迫的人格特质 以及对人民有所交代 负责任的姿态 这些表现对于川普 还有整个共和党的选情 其实都是大大的加分 纽约时报是很偏民主党的 可是他对川普这个临场的表现 他只有叹服两个字 他说那个就是他的政治本能 因为有一些细节是这样的 因为他当场发现他流血 那特勤人员冲上来 要他立刻走开 等于就是大家低着头就要走开 就是这个画面 对 那川普认为他必须对群众有交代 因为群众那么多人 他不愿意走 结果他就讲了一个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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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他就讲 就举手的这一个 对 然后后来讲三个fight 然后群众 他是在 他鞋子掉了 my shoes 后来他就在找那个鞋子 那群众就跟着喊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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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几乎可以说 总统大选出现这种 Iconic moment 不容易 这个绝对是历史流明的照片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临场反应 他反映出几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坚毅 勇敢 那美国你也知道 他叫爱国嘛 那而且他是从容离开 不会失态 对他其实表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危机时刻就几秒钟 几秒钟 那你所展现的那个从容不破 他有对人民有所交代的 那个负责任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光是这个 这就大加分了 所以今天 我看很多那个网路上的留言 都在讲说 上次辩论 川普是赢了拜登的总统大选 这次这个枪击 他的表现是赢得参议院 意思就是 共和党搞不好会全赢 美国签中的川普在宾州造势活动时 遭到枪击受伤 而在昨天晚间 十四号晚间 赖清德总统 他是出席钥匙工会的全国联合会员代表大会的晚宴的时候 可以发现他全面为安升级 而且各个特勤人员不仅是神色紧张 更是罕见的要求参与的贵宾不能够合照 也不能够站起来拍摄总统 拍照的时候也不能够开闪光灯 贵宾的时候还要安检 更是依要求入场之前包包都要只有拉链 然后都要打开仔细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